哈喽大家好,我是TK文,欢迎收看战舰事件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呢,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 来订阅文文的优酷视频 我的视频每天在优酷也会首发 今天感谢我们的333000提供的路上文件 这一句呢,用的是新墨西哥 然后呢,投稿的朋友呢,可以来左下方的一个投稿邮箱 大家可以把战机以及那个路上文件一起打包发给我 那我们的粉丝群以及我们的一个工会舰队群 还有微博都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 想要带人的朋友呢,可以扫左侧的二维码来联系我们的旺旺客服呢 想要做坚持打手的朋友呢,可以加我们的业务刹谈群 如果说你不方便旺旺什么,你可以在群里面直接私聊我 私聊旺旺我就可以了 今天这句新墨西哥 我们的战略戒优势比较大,对面是纽约合金刚 我们这里的话是两艘新墨西哥 然后群羊的话,他们又是会比较大一点 两艘古音,一艘阿玛哈,一艘克尼斯宝都是输出能力非常强 我们这边的话就一个阿玛哈 然后驱逐舰的话,对面一个轰鸣 我们这个风风,然后季风这个差不多 其实我们数量上会比较多一点 驱逐舰相对还说比较好打,就看雷击了 这局怎么说呢,就看我们秒他们群羊舰 厉不厉害,还是他们群羊抓我们驱逐厉不厉害 主要是风防打法的话就在这里呢 战略的话,西墨西哥其实在打纽约 打金刚还行,打纽约 优势会比较明显 毕竟四成三,对吧 门中拿的称号不是浪德虚名 现在开局的话,基本上 现在这个开局还好 大家是雾游左右两边一起走 双剑齐飞 因为现在很多一波流打到后面 就是打不过去的一波流,这个会很正常 为什么人家都剃头对着你对吧 你事不好充啊 好,现在对面是个古银 这个描袋可以哦 看看 但是如果再低一点点会好 古银,他带点内切了 哎呀,果然他带内切像上去啊 如果说人家带内切的话就像前面那种 你看是一条平行线的内切 对吧 虽然是看平行线,但它是离地越来越近的 这个时候的话,你一个纵向的一个提前量就要拉低 比如说像,哎,我看啊 像这样的话,这里的话就不用拉低了 这个时候他在外切 这个时候呢,比如说要加上稍微低一点 对吧,这个提前量要稍微有点变化 现在我们减速 哎,古银转回去了 可以打旁边的轰银啊 轰银也可以打 对吧,还是等古银吗 他还是想再等一会儿 啊,古银不过来 还是打巡洋剑为主啊 因为这里的话,哦 这里的话,敌人一大波鱼雷要过来 所以不能瞎搞 他们的两个驱逐剑都一亮了 而我们家的一个驱逐也是在里面猛冲啊 我们的毛曲在里面勾斗 差一点点是把他们家技术式打剩3000多点血 那那么古银过来帮忙 其实古银在逐渐帮忙 作用不是非常的大 因为他毕竟炮弹的装前速度会有点慢 但是像奥马哈这种 对吧,科尼斯堡啊 这种船会好很多 这里的话还没切回来 哎,秒低了 这个打法是什么 他的话还没有完全切回来 对吧 我们来看 这里的话他还没有完全切 前面的话他是还在外切当中 没有完全切回来哦 古银吃了两发鱼雷 他没完全切回来的时候 还是在外切的一个过程中 只是说他要往内切的方向走 所以这个时候就秒多了 但是现在哈哈哈哈 古银撞山了 这个的话就是机会了 我们看到他把速度降下来 提高我们的攻击窗口 这个话 有必要描这里吗 描近一点也可以啊 我们来看一下 打后炮塔 但一点点外起来 果然 其实像这种的话 他这种慢速啊 你就是描 描着这些 因为带点外切嘛 稍微描高一点 描这种位置 描这种位置就行了 问题也不大 现在的话 哦 前面就有点亏啊 这里的话明显就是说什么呢 不算是不会描 只是说 在细节上面观察会稍微略微差一点 哦 旁边的奥马哈来了 这个是机会了吧 我觉得好像杀的比较屌的视频 一开始都是有点各种内伤啊 哦 这里奥马哈 哦 奥马哈残血了 这个不能把他放过去了 啊 他准备切过来 对 对对对 先点射了一发 可以 再来一轮 其实哎呦 该你说 拜拜 一发直接核心去斩杀 直接就带走了 啊 这就反正是试着点射一发 那居然就死了 哎 这个好 这个好 间援炮弹 哇 旁边的话 两艘航母啊 摩格 对面 摩格 201 对面 也是造成了 航母啊 直接是制空被打得很惨 那201波格的话 你玩的好 就是制空权有 玩的不好 就是很容易被打成船棍 这个很正常 真的非常的正常 这个话 一艘轰鸣是要 是上金 要搞我们家的波格了 这个有难度了 这个的话 他要转过去帮忙吗 这个转的话 为何炮台要这样转 这应该是要去帮轰鸣了 要不然的话 想办法把轰鸣搞死 轰鸣 在这个距离有点难打 11公里 哇 我们家波格是跟他 踢头对冲 好难 然后右边的话 还有艘轰鸣 右边这里的话 还艘轰鸣过来了 这的话怎么办呢 对吧 好纠结那件事情 这时候怎么办 先打一轮轰鸣 对吧 然后再回头打骨鸣 其实骨鸣对驱逐剑的 就威胁性不是非常大 这里的话 还是不打吗 还是要转回去 这里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内心是比较崩溃的 就点了一发 对吧 其实描的还是不错的 这个就帮不了 这个肯定要靠 群羊剑去打 其他不要慌 现在的话 想办法全力搞古鸣 把古鸣搞死 9.8公里 9.7公里 踢头朝我们走 这个是个机会 而且的话 两个日趋的话 都是在围着他 在烟雾中的话 古鸣的一个 慢上弹速度 其实打驱逐 真的是很烦 那还不如这种 15口径的来得好打 而像那种 203的打 群羊剑会比较猛一点 因为古鸣的话 现在古鸣船不是很坑了 古鸣毕竟硬好多 对AP弹 尤其群羊这种的 好打 他转过来了 有没有 钱描的还是不错的 有没有 漂亮 一发 装下去 甘铃索 白白直接 秒杀 可以看得出来 他描的还是不错的 只是有时候吧 我一直在跟我们群里面的一些 亲手就说 你玩战略 好数怎么练 就是有两点 一共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 你要 你要学会 你要学会 就是说你在开炮的时候 你要学会 宁愿你开炮慢一点 但是话 你要知道你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不要就是说 我看了差不多 开一炮 没中拉倒 我等装填完再继续开 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吧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说是 我开炮 我打偏了 我就要想一下 那当然不是说 你开完这一炮 对吧 你再想 你可以开完这一炮 想一下 或者说是打完了 看一下real play 对吧 看一下我们录像 为什么我这样打会打偏 那么我应该是瞄哪里 对吧 反过来马后炮嘛 对吧 你看我应该是应该怎么样 我是瞄多一点 还是瞄少一点 提前量应该是 纵向的提前是高一点 还是低一点 对吧 金刚好的 金刚好的往我们这边转拉 他这个是瞄得非常的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颗炮弹 有没有 哦呦 三万七三发 装下去 金刚直接吐血了 哇 没翅膀也学飞 那你不就出事了吗 是吧 哇 直接被打残 我们家奥马哈 能不能把后鸣收走 哇 一堆雷来了 奥马哈的话 这个方向应该不大会吃雷吧 看看哎呀 后鸣还没死 止血 哎呀 我们家的 好苦啊 这里的话 哦 等一下 这个金刚速度好慢 虽然说是没烟雾啊 但是我看得出来 这个炮弹的话 速度非常的慢 哎呀 这个金刚 对啊 这个金刚的话 前面因为是轮机坏了的关系啊 所以说的话 它的速度很慢 很慢 这几乎是已经是到停船的地步了 这也没办法 现在这个版本烟雾 还没改好啊 所以有时候的话 发现很多 可惜就看四分之三 二分之一速啊 这种 你没鱼雷的 你对速度判断上面就很烦 就很难去 就说判断它的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速度 而且你这种没参照物的情况下 在向它停船的话 这个就很好打了 对吧 就蹲跎的 就蹲跎的 一轮上去 要来了 赶你锁 拜拜 来吧 哎呀 死发一万一 这个不出核心 你敢信 我觉得它已经是描得很不错了 这个不出核心 你敢信 轰鸣的话 还剩300多点血 这个先要把 想办法把金刚收走 我们四分之一慢慢往前振 这里还一个战略过去帮忙了 想办法先把金刚打死 金刚的话 可以有双杀的机会啊 就你就点射 对吧 点射完金刚再点射轰鸣 总归有机会的 就不要骑射 这个的话就会有 它会怎么操作 点射两发吗 我觉得先点一发就可以了 哎呀 被队友抢人头了 完了 那后面的话还有两发炮弹 再来 再来 轰鸣速度有点快 再点射一软 再拿点几千辆 不需要了 该你说拜拜 我就说嘛 对吧 金刚那个装弹 稍微再快一点的话 其实就可以直接 把它搞死了嘛 好伤啊 而且现在的话 敌人这一把很难打 敌人现在 伯格的话 他们对于有 滋空权来说的话 其实伯格 伤害能力不算强 因为毕竟 也就一组轰炸机嘛 但是还有两艘妙异 一艘科尼斯堡 一艘球魔 还有一艘疾风 那么 最大的问题 可能是 疾风和科尼斯堡 这两艘船的话 一个是科尼斯堡 距离远 HC前能力会比较强 第二个就是疾风 那边雷你 你会很 很伤不起 诶 科尼斯堡残血 17公里的科尼斯堡 应该是打得到的吧 所以来来来 可以有机会 看一下 对 进行稍微要拉 多一点UB 距离比较远 那还是采取 一发一发的点射 那像这种情况下 收人头的话 一般就是点 对啊 我对 我在机前辆 覆盖一个范围 第一轮 诶 第一发炮弹 就收掉 好样的 甘宁说 拜拜 哦 死个人头解完了 但是你不要说 打金刚那一轮的话 是打得非常漂亮 还有那个 古音那一轮 对吧 都是打得非常不错的 现在对面 还有一个 机风也残血 然后的话 我们家的机风 是去搞航母了 纽约的话 血量有多少 纽约还满血 现在就是 两个妙艺 一个球模 现在我们人头还 我们现在数量 还落后两个 现在是3V5 然后时间的话 还有7分钟 看这7分钟 只要他们抱团不跑 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要不然的话 除非我们去站点 要不然还是会比较难打 如果说有一个人跑掉的话 按分数来说 还是比较难 这个球模 提前量 再多算一点 看一下 这一发 要木有机会 我觉得描得还是不错的 好 横向提前量够了 来了来了 跨射 这个没办法 这个跨射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觉得已经是描得很不错了 但是跨射 他们家季风还在追我们家 球模一路在追季风 看看 这个位置有点难打 是打后面妙艺吗 这个妙艺的话还可以 妙艺的速度相对比较快 对 稍微拉低一点 因为一直在靠近 好的 现在的话 正好是水针效果没辣 不知道他前面应该是 我觉得描得还是不错的 来吧 三发 两千六 没打出很高的伤害 对面还有一个季风 哇 我们家季风要挂了 这要出事情 季风还好是往山后躲 但是他 基本上是 会保持长量 毕竟航母视野摆在那边 而且他的话 还剩107点血 哦呀 我们纽约被秒了 这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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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纽约这一波雷直接 吃死 这个就没法搞了 哇 我们家季风 这怎么办 现在只剩2v4了 只剩2v4 因为这局 我看看 除了就是说 我们家新闻西哥的中间 兜了一圈以外 其实他走位线路啊 各方面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主要就是说 像班长 你就要是往 哪人多 往哪去 我们家季风的话 血量也不多 而且的话 球魔在那边 已经是进了山了 现在的话 只有想办法 打打妙艺 球魔果然是往山里去了 季风的话 哦呦 季风要贵 哎呀 季风贵了 现在是1v4 对吧 零微不惧这个成就 好的 19.7公里 要一轮上去 有没有撞下去 好的 两发撞下去 29000 现在的话 赶紧脱刀 赶紧往回转 这个要出事了 哦呦 哦呦 被穿核心了 14000多 这个要赶紧往后脱刀一下 那球魔问题不大 现在的话 其实 现在的主要的注意力 不需要放在尿翼身上 因为毕竟我们等级战略剑 等级优势啊 打他还是比较好 打现在的话 主要的问题 一个是 呃 球魔也不算 就是那个季风 因为这两个战略 是跑是跑不掉的 主要就是看 另外一个取出剑怎么搞 点射了一发 那么有自信吗 哦呦 干你所快 就靠两轮点射 这个可以 就靠点射就能斩杀你 这个有点强 对吧 还在点射两炮 然后再留两发 因为现在的话 毕竟仪少打多啊 这个炮弹的话 还是要节约一下 再点两轮 觉得这两发还是不错的 看看伤害怎么样 哦 8900 好搭 6发中4发 现在的话 还有9000多点血 但是要当心哦 他们家的驱逐舰 机风 如果不来抓的话 那这逼定数 你搞死两个妙异的话 逼定数 哦呦 好 先是一轮 前主炮的一轮骑射 上去 中了三发 3400 然后后主炮再打一轮 后边那个妙异的话 问题就不大 等装填 等装填 这个就稳 是吧 那一毕竟只有四级吧 我们家是六级 哦 对了吗 对对对对 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点 他就瞄了第一点 好搭 干你所 拜拜 你看到前面那个细节 就看待瞄的时候 就直接稍微略低一点 没有瞄在水线上 略微低一点 因为毕竟他是加速 离我们越来越近啊 现在的话 这个妙异不好搞 哦呦 驱逐量了 驱逐量了 当心鱼雷 而且我们是用 四分之三的速度啊 这这一点一个 小心机吧 就说先是四分之三度 缓慢开 对吧 你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然后一个加速 就直接把鱼雷甩走 如果你一直是全速的话 你就靠减速夺 鱼雷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啊 这一波鱼雷躲掉 可以 不要慌 不要慌 有一点点越来越近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好 横向转过来 一轮炮弹 该你说拜拜 漂亮 终于是把他们家 啊 驱逐搞死了 哦呦 七杀了 现在是最后的单鸟的时候 而且可以看 通常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拖刀往山后走 就往这边走了 但是的话 这样的话比较不好 而且的话 前面妙异也是开过一轮炮 现在直接就是这样 硬刚 对吧 男人就要硬刚 但我不知道这里 如果说大家一起撞死的话 是算 我们虽然说是有分数的优势 但是不知道是算 呃 平局还是算胜利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一轮侧身 这个时候就是单挑 一比一单挑的时候了 就像以前的 呃 竞技场对吧 两个骑士 骑着马 拿着长枪 对路 就是这个效果 而且的话 我们还占优势啊 现在的话 哎 来了 不要着急 对吧 他前面开过炮了 争取侧身的话 一轮也可以打掉他 啊 这个位置还可以 来了吗 来了 一轮近距离骑射 一万三千多中五发 好的 妙翼是打了我们一轮五千多啊 一轮炮塔被打坏了 那可能是瞄的会有点偏高啊 是把我炮塔打坏 现在的话 呃 不一定那么容易死 现在我们马上装填完了 他的一个小侧身 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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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瞄的水线 来吧 跟你说 拜拜 漂亮 八杀到手 实力翻盘 我看他还是拿到了这个勋章 太点太点 好 那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